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的名称里有个梦 比赛的结果也是梦幻般的美妙 一番熬战下来 在十六强的最终名单中 中国棋手压倒性的占据了十三席 其中既有淘汰了李适时的90后小将米玉庭 也有顶住韩国希望之星螺旋冲击的老将古力 而韩国队仅崔泽汉和赵汉成两人进入十六强 日本队也仅有杰城松九段硕果仅存 十六强战和八强战将会在8月9号 11号在上海继续进行 好 那输过了职业之梦 我们现在再来聊一聊业余之梦 上周文化部齐鞋举办了一场业余围棋的团底赛 名字呢也是有一个梦字 叫做梦西杯取义梦西笔谈 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赛事 今年呢已经是梦西杯的第三届了 梦西杯吸引了十二支队伍参赛 包括文化部 中央电视台 清华大学 中信集团 中石化 火车头体协等单位 都派出了各自的最强阵容 大家以其会友 其乐融融 梦西手谈的结果是媒体联队以不败的战绩夺得了冠军 好 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接下来呢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和王瑞业余五段 联妹为我们带来2013年金绿智能手机杯 全国围棋甲级连赛中的精彩对局 今天的对阵双方是联校四段和韩国的金智希九段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由我和王源老师为您介绍金帝智能手机杯 2013中国围棋甲级连赛 这是第十轮的比赛 那两位棋手呢分别是联校四段对阵金智希九段 这两位呢一位联校是杭州的 是吧 对 杭州队 那么金智希呢代表的是浙江队 其实也是一个算是兄弟单位 兄弟队伍 同事操哥 挺有意思 主要是挑选一盘好棋给大家介绍 棋的味道很多 待会我们看了内容就会知道 是吧 好的 我们维甲联赛 就金力智能手机杯维甲联赛赛场上 王瑞 它基本上每一轮 每一盘都是非常棒的棋 没错 都是高水平的对局 是 高水平 而且我们要细细品味的话 它的味道非常多 那么当然今天这盘棋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现在干脆就先看棋 好的 一边看棋一边给大家共同品味 这两位金智希 他前一段时间在去年 在维甲赛场上 在我们中国成绩太好了 一盘都没输过 好像是 那么联校是一位年轻的高手 后起之秀 非常有希望 他的棋非常有特点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 行 我们现在就看棋 进入主题 对 黑棋是金智希 黑棋新 这盘也是两队的主将之战 对 主将它比一般的非主将 它这个分量基本上要重半盘 如果2比2打平的话 主将胜的就会比主将负的多一分 对 所以分量很重 可能一盘能顶两盘 有的时候可以顶两盘 好 我们看黑1 白2 在这 黑棋3 这也是一个独特的开局 对 黑棋4 黑棋5挂 白棋6也挂这个 对 这个格局就是最近出现的比较多的 是不是 黑棋新 小木 我还想说最近好像这样的对局 不是特别的流行 好像什么中国流 迷你中国流 好像更像流行感冒一样 特别的棋盘到棋盘上普遍 你说流行感冒要打一个引号 要打一个引号 它是一个时尚 但是这个也是一种光锐 就是它新小木朝外 然后这边背靠的小木 黑棋先挂 白棋也挂 黑棋再加 之前这种特殊的定型 我专门给大家议论过 这个话题已经说过了 就不再说了 总而言之 还是谁有所见 这个布局 那么接下来 白棋分头 这个是连校 分头 正常的一招 黑棋下一招 坚顶 你不走 我就走 是吧 像这样的布局 等于王瑞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要议论这样的布局的话 这个话题 话匣子一打开 简直就收不回来了 这一盆棋的时间 可能都可以来聊这个话题 对 所以布局这几招 我们就先姑且摆成某一种格局 然后再来慢慢的品位 白棋在右边拆 黑棋当然这个补一个是很大的 白棋下一招 左边三间夹 三间地夹 黑棋再从这来 侧翼来 这个叫什么呢 反架 或者说试探应手 是的 白棋下一招 拆一 就这招棋比较有特点 比较特别 一般来说 王瑞是不是肩这个的 也是比较多的 肩起来 我觉得王老师如果肩顶可不可以 肩顶也可以 也可以 这种肩顶小肩都是 在拆一 拆一 相对少见一点 对 拆一相对少见 就肩顶大体上正常情况 可能会下风场 对 在跳 在跳 它在封住 也就是说拆一之前先肩顶 先肩顶 这是一种下法 然后它再小飞起来 小飞起来 然后再走别的 这也是一种下法 是可以的 对 那么现在除了肩顶 这个小肩也建的比较多 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持续关注咱们棋牌乐节目的话 大家就会有印象 之前给大家专门介绍过一盘棋 我记得是十月对一位韩国的小孩 当时十月下山这个布局 我们还专门给大家解剖了一下 现在这个话题太远就不说了 那么有肩的下法 还有王瑞刚才说的肩顶有的 这个下法比较少见 相对 比较少见 而且它涉及到一个在特殊的定型当中 过去和现在价值观的不一样 就是这个猜疑 因为联校四段 我们联校四段之前给大家专门介绍过 它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棋手 我想听一下王老师说他有什么特点 对 他那个力量很强 而他那个力量又和别的那种 像周瑞阳 陀加西 像这些棋手的力量还有些不同 王老师应该说现在年轻棋手 力量大好像都是他们的特点 但是像您说的每一位棋手 他们的力量好像又不尽相同 不尽相同 之前我曾经试图用语言来描述 但是后来我发现用语言来描述 他们同与不同有点困难 所以经常还是要结合棋力 总而言之他就是非常深刻 个性很强 就是他的棋 像这道棋就是过去一般来说 下猜疑比较少这种情况 为什么 你下猜疑黑漆最简单的就是一飞 直接飞进去 你之前没有尽顶的他很想把他二度小飞 就稍微有点出入 当然了 现在金泽西又下了一个独特的 看到这部棋我就觉得有点意思 王老师 刚才我们不是摆他先尽顶吗 如果先尽顶的话 小飞是很强劲的 但是现在他是没有交换这两个鞋 没有交换这两个鞋 他仍然选择着小飞 对 他棋王老师是这样 具体的变化我们就很难说了 因为他很虚 很多 分支也很多 我主要是想说什么 现在年轻人 这盘棋待会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精彩 他们都非常乐于求变 变化越多越好 越复杂越好 关键是什么 我们长言所说叫一个巴掌拍不响 他是双方都愿意这样 所以我们金利智能手机杯 围甲赛场上这年轻人下棋的时候 为什么精彩分成 就是他双方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走到这个棋盘边来了 他是这样的 如果是一位老同志和一位年轻人下 还不一定局面就非乱不可 但是现在他双方都愿意 所以他就才会出现年校愿意下这个 那么金智希又愿意下这个 他就不愿意下这个 其实黑棋对二络飞也很好 王老师比较推荐这个二络飞 又有钱 我自己就可以活 然后这一飞完的时候 有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王瑞 普通情况下要处理这个子 飞下法已经有了 稍微松软一点 但是已经有了 现在他经过了这个交换 他已经便宜了 然后他再来飞这个 黑棋已经有理由很满意了 因为他这边已经便宜到一招了 就是说如果白棋拆二的话 这个飞觉得有点不是很满意 但他现在只是拆一 只是拆一 对 幅度空间都被限制住了 本来黑棋这样下已经可以了 但是他不愿意 黑棋不愿意 所以他黑棋还要配合下阵 接下来连校的下法也是很绝的 都是非常积极的下法 还要靠出来 按理说黑棋这个情形比较轻 尤其是这个字 他活动空间有比较轻 按理说过去的观念 觉得这样的起来 他就不会考虑来一本正经的进攻 就是王瑞说的 第一时间先聚焦 哪怕他现在聚焦也可以 现在在坚顶 也可以 是一个下法 好 结果连校偏要下这个 以下双方出现一个变化 非常多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在这还是要给大家推荐 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现在白棋靠 直接靠出来 对 那我只能冲 就直接断 这个针子怎么样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针子 一看右边有个拆儿 显然针子不利 针子不利 那我长吧 只能长 然后白棋在压 这个变化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它就是在一个也是战斗的格局当中 但是相对线索清晰的这么一种变化 由此引出一个话题 我们就说围棋变化很多 现在年轻人喜欢唯恐天下不乱 但是同样是局面乱 它还要分情况类别 像这种乱 就是它线索还有 像后来那种一堂乱麻一样的 眼花流来的线索 理都理不清楚 论的程度不同了 你说这个变化 它有个什么线索 往日游我们来看 就是黑棋一定是斑 白棋一定是跳 接下来怎么下就不太清楚了 对 总有必然性 这个靠白棋不怕 它扳脚上不行 一定是要扳 你一鼓它就接上 这个像头就很清楚 要么我删这个 要么我跳出来 两点 黑棋这个旗行不是很完善 对 两点逼得其一 好了 黑棋这个刺白棋也不怕 它一鼓 就是它把脚上的时空也弄住了 是吧 这个它也不怕 行 有了这个印象 当然你要走这个 它就靠出去了 你一鼓它就一鼓一打 是吧 对 有了这个印象就知道 白棋靠断了之后 这个形状 它自己是不怕的 就是进退都有余地 外边黑棋这个 毕竟又缺一手 究竟怎么下也不知道 一旦它吃不着白棋 一定是可以把这个霜上 是的 我都不知道下一条黑棋下什么 不是说黑棋不好 我不知道它下什么 不知道什么比喻好 反正一旦白棋把这个一补好 它总会补的 下一手好像这个断也 要利用这个断点做文章 但是断倒是没有 断是这样的 它叫吃 你尝 它在爬 对 它在掰 我拐的话 它在夹 我不敢再立下来了 我顶多是 顶多是这个 对 它滚包也可以 是吧 但是这个骑行有一个妖怪 就是说这个断固然直接断不行 一旦白棋要走的时候 文章他走这个 点到这里 他走这个 你就不知道下什么 妙手 这个形状很难受 你看 你就不能走这个 它吃了 其今吃通了 直接就断掉了 吃通了 显然不行 那你要补 要补 你怎么补 这两子不能被吃掉 你只有单接 补起来 对 我要是肩的话被先手肠 我走这里也是被先手肠 被先手肠 都不肚 那只能单单了 它这个肥就是行 你一走还可以鼓 一拍打了一拍打 这个地方全部不活 那这五个黑子马上就没跟了 没跟了 不行 做这一段难受 还有就算他不走这个 这个地方让你补 你也很难补 我补的话 你补就扣 对 好 他在实际成熟的时候 搬你一个 你怎么办 你不能吃这个 你吃他有这个吃 他这有断了 还是有后续的手段 他有断 一手齐都补不干净 你要推这个的话 他这个是先手 他现在走这个 盯着断盯着飞 待会再一搬 再一搬 再一坐 这不是著名的打结 因此下沉这个形状 我们就发现 黑棋看起来棋型称得很满 实际上先天不足 不补 人家直接一点出来 补不干净 所以白棋这样下是相当有劲的 是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进行 已经觉得白棋不错了 白棋不错 但是实际上白棋 对 我相信年下肯定会考虑这样的变化图 年许考虑过 但是关键是他们唯恐天下不乱 我觉得他们这个精神很好 就巴不得这个局面越乱越好 我们接着看 或者他们认为是满意一份还不够 要更满意一些 也可能 他靠 靠出来 对 精致锡靠脚 靠脚在这个特殊形状当中 双方就已经都弄不清楚了 我们接着看 他必须搬 必须搬 这是要点 这两手棋 王老师有什么必然性 有 有必然性 就是白棋靠这个 你靠在人家一个比较轻的棋型上 所以他搬一下就已经便宜了 便宜这个棋型以后 黑棋放在这不走 白棋很难定型 你比方说 你要鼓 他就挡住 这是属手 你打吃高高兴兴 好像可以把这个子吃掉 但是人家这边铁厚 你帮他的忙了 所以鼓了打是属手 不行 那么你说你单断 单断它就不理你了 在一定的时候 说不定它是有这些棋的 我的意思说是什么呢 就你打吃它就出来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下沉这个形状之后 按理说白棋已经被黑棋便宜了 好了 这是一个线索 第二个线索就是脚上它一鼓 王瑞你看 你这个棋非常难受 这个选择 你肯定要删 你这个不能接 你接将来它一般要是结 是吧 它有结才就不能接 所以你一定要吃这个 都有点难受 只能是翻起来 那么它也一定给你做结 做成这个结之后 不能说一做结 就是黑起好 或者是白起好 都不是 关键是它这个就变成 剪不断理开乱了 这个心理说不清楚 谁好谁好也说不清楚了 对 这就是他们喜欢的 但是要是我的话 我还是想向大家推荐这个跨 跨出来刚才那个图非常有味 虽然也是乱战 但是是可以掌控的这种乱战 这个就没线索了 就完全没线索了 就是这个结以后完全说不清楚 好 这个印象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它就一坐 实战就是下是这样 那么连下一提 精致其一尖冲 突然之间这个变化 我们这个组将站是美方接近三个小时 对 维甲应该是美方两小时 两小时45分 我估计是 对 但是这个地方如果你要下戏去推敲的话 这个变化简直两个小时根本不够 一会就用完了 他们当然不会花那么多时间 是好在这个年轻骑手他们的落子速度都非常快 骑感很好 行我们接着看 现在已经千头万绪了 黑旗今天冲了贴下去 他想要在这一带做出一些劫材 就是顺便的劫材 如果有劫材 将来黑旗一提的时候 白旗这个旗已经很难下了 你在已经有一二三四个旗子的地方 这块旗 你要有尊严的活旗已经很难了 他不是说会死 我是说有尊严的活旗 一边你走这个他把这个一吃 一旦这个一耗你这块旗就没活 对 你又不能接这个 接这个他一打吃这个地方就出棋 你说怎么办 所以这个旗就是有点先天不足这个行 但是白旗也不怕 因为你劫材 看你劫材制造成本多少 如果你这边巨亏的话 他这边也不是不可以不要 这是他们现代旗的特点 行 我们接着看 它是提 对 一提白旗一搬 是不是 是还要还原下这个字曲 对 是尖松 来给你看看 这样再给大家看得清楚 让大家清楚一些 我们在议论这个变化的时候 是这样 莲肖现在靠 那么金智希当然是靠 先靠一个 对 然后再扳 这个白旗是好长 不能动 黑旗再一鼓 那么白旗不能退 一定是扇上去 莲肖当然也愿意这样 再提过来 对 在尖松 这尖松当然第一时间黑旗 尖松的白旗当然是贴起来 黑旗 一贴起来 白旗再 黑旗先提是吗 先挡下来的 提一个 24 25 26 27 挡下去 它是这样的 一鼓一打 是吧 它是一鼓 这样 一鼓一打 它一走 你再一提 然后它再一提 就这样 白旗再一扳头 然后黑旗再一咔嚓 直接断 对 直接咔嚓 这一断 眼花了乱 我去 王老师 好像必然性的招法 都很难说 它叫莫须有 也必然 也不见得必然 就是这样 所以这种旗 就是现在旗的特点 说实话 可以视为现在旗和过去旗 现在旗进步的一个标志 就是进步的标志 您是说技术的进步 技术和理念 因为过去很简单的 因为一个所谓好和坏 就否定了 你比如变化摆到这 就告诉你 这个旗 也许 假如王瑞 你是个刚学旗的孩子 假如我又有点经验 我跟你说 摆成这样 我就告诉你 白旗这样下不行 就过早的下了一个结论 然后以下就不探讨了 但现在就不是这样 现在好 年纪技术更愿意往深的地方去研究 往深的 往乱的 往新奇的方向走 我觉得这个确实算是一个进步的标志 更实战一些 对 这个非常微妙 当我们用语言来描述它 这样斩钉截铁说出来的时候 可能它味道又不是这样 它里头也有一些无理的 也有一些不成熟的东西 当然更多的是 非常值得夸奖的一种探索精神 行 我们接着看 现在已经千头万絮了 下边一招棋 白旗就是挺头 黑旗不是咔嚓的吗 白旗挺头 这个变化也很多 黑旗下一招是 斑 是吧 这一斑白旗它就没有挡了 连校因为它发现挡有点问题 黑旗会接上 你还要补这个 它这个就除不下来 这个除不下来 这个形状就不太好 就是黑白双方纠缠在一起 它就是扭杀的时候 它很大的一个功能是什么 如果双方实力有差距 或者计算有失误 一方失误 一方不失误 那么失误的这方 就会使刚才做了很多投资的这些棋子 贬值 或者是完全作废 它就造成一种巨大的损失 如果空空框框的时候 其实还没关系 你怎么走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棋一旦扭杀起来 好像就进入了年轻棋手 年轻高手们的步调 他们找到感觉 他们找到感觉 他们喜欢 就有点像音乐当中的摇滚 这些东西 这种感觉快节奏的东西 你非常悠扬的那种曲子 反正他们不是太喜欢 只能说各有所爱 各有所爱 但是他们确实是进步了 这地方反正 紧确子头黑旗一扳 白旗就不好挡了 所以实际上它没有扳 跳 一跳 那么当然黑旗就长 这个变化简直刚才完全想不到 我们接着看 白旗叫吃 这边必须要补 一长 白旗再一贴 黑旗再长 这个都是命令型 再一走 再一长 行 下成这样之后 左边需要定型 那么白旗加 年轻 根据它的计算 还觉得这个加是一个型 黑旗反冲 这好像不能随手虎 这次随手虎打瘪了 这一随手虎被一打吃 对 这就不是金智希了 金智希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视为是世界冠军这个级别的年轻高手 虽然还 好像还没有 很快 它会有的 它一加 那么黑旗这个反冲 这个要点一定要冲 因为保留一个断点 是 一定要吃 接上 好 然后白旗外边必须要补 因为下一步一断 就吃掉 这两个字应该是七斤 对 断 断 那么黑旗当然早晚有一天 他要把这个吃回去 他又怕这个地方很那个 他要追求 他怕将来出现什么变故 所以他先来走这个急锁 靠 这就是年轻人的追求 这条鞋是便宜还是亏 要是我们过去看这个鞋 未必会下这个 就是反正我早晚要补的话 最简约的把它给 就补了 断掉 然后左边这一段以后再说 对 他们就是什么 在我补鞋之前还要把你有些鞋增加线索 把鞋走重 双方的鞋都走重 这样才能够更精彩 对 我觉得王老说的这个增加线索特别符合 您这一句话 我一下觉得和他们这个棋风真的很像 就不愿意很简单的去一个应对 对 在自己好像在补鞋之前一定要先把对方留下一点点悬念 留下一点线索 对 可能是一个潜意识 他也可以 我突然产生一个联想 给我们广大气球交流 产生一个联想 王瑞你这么说 就像过去我们看那种枪战片 西部片 他那些侠客 那些杀手 都是他倒地的时候 你枪打到他 他倒地的时候 他还要从这个靴子里掏出一把枪 还给你一枪 就有那种意思 主角不能那么轻易的 他就是 就叫增加变化 增加变化 大概是这个意思 行 我们看 他碰是便宜还是亏 不知道 要是过去 因为我下一招 其实是便宜还是亏 不知道的话 他就不会下 对 他一定是按照他水准的理解 他觉得这个下法 我可能便宜 他才会下 比方说这个状 但是现在 只要他变化多 只要他有战斗 双方都很乐意 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看似这种很清晰的棋 好像在现代的年轻棋手的棋局中 比较少见了 总是下的头绪众多 他就是这个 也不能简单说 就是一个 好或不好 化凡为简 或者是化简为凡 不简单单是这个 可是要说起来又有一点 过去的高手 总是倡导一种简名 你怎么下简名 就是说我们过去 那些棋 精彩棋就很多 王瑞 他基本上 你从小学习也看过好多棋图 他基本上是这样 黑白双方都是在无可奈何 完全逃避不开的时候 全局才会搞得非常混乱 计算不清楚 在这个之前 双方一般都是有规矩的 王老师说的可能是当时 因为当年应该是日本围棋 是世界围棋的一个主流 对 大家都是在向日本围棋学习 但日本围棋的特点就是一个比较本格派 对 比较讲究棋理 这样一个风格 讲究棋理这个描述已经不对了 因为他这个棋理也许不对 就他们认为的棋 他们认为的棋 对 遵循他们认为的一个棋的道理 是 那么就是和情和理 理尚往来等等这样的东西 还有得失平衡 对 他不会走特别过分的棋 对 现在我们这个也不能单纯的说过分 现在中韩围棋它主流 尤其是我们精力智能手机杯 围甲赛场上这一棋 年轻人的棋 它是追求一个什么呢 追求变化 探索精神非常强烈 然后标新利益 这个欲望非常强烈 艺术创作的欲望非常强烈 它是这样 所以看见这些棋产生这个想法 而过去 它确实它不到万不得已 它不走那种 我也看不清 人家也看不清 不会求变 因为比如说老师我的前面已经告诉我了 这个棋行是好或不好 或者是就这么进行就可以 他们不愿意 或者说是不是他们的思维已经不想要去改变 对 它当时一种规 它是一种规范 或者可以这样说 在70多年前 当时的天才的棋手 就是吴静元大师那会儿 20来岁 与他作伴的有一位叫木古石 这两位都是顶顶大名的两位大骑士 当然是吴静元大师 我们大家就觉得他更强一些 实话实说 他们两位那会儿是同伴 那么一块专研棋 后来他们也下了很多好棋 后来就有人形容他们 形容什么 就是说吴静元先生他看棋盘 他是从最可能 这招棋最可能成为好棋的地方开始计算 比方说最可能成为好棋的 可能他第一杆开始计算 第一杆 你比方第一杆 那么木古石恰恰相反 他是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开始计算 哪一招棋看上去最不可能 但是最不可能并不是说你瞎走 相对说来 你比方说这招棋确实不是很可能 但是他从这开始计算 还有这招棋 吴静元就是选择的是最可能的 那么两者的形容非常好 我觉得这种形容也可以用在现在棋 有些棋局的格局的身上来评价它 哪些是最可能的 哪些是最不可能的 现在棋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最不可能的东西特别有兴趣 所以才会有过去的棋叫做推崇一种 你这样下检明 这样检明看得清楚 我也看得清楚 对方也看得清楚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对方也看不清楚 我更看不清楚 王老师会不会以后简明 以前我们说简明其实应该是一个宝义或者说是偏宝义的词 以后降下看不清会是一个偏宝义的词 是个宝义词 对 看不清现在就是宝义词 好 意义词 好 意义的太多了 看棋 他撞 那么白棋等下去 黑棋在搬 白棋在接上 对 您看他这么交换了几手之后 让你接 单关接 他不肯 年小不肯 所以单关接之前先叫吃 好 这会儿黑棋再回过去 对 黑棋就脱先了 那么这几手去交换到底是便宜 未知 就是未知 过去就因为未知他会不下 现在因为未知他就要下 基本上是这样 行 我们接着看 黑棋中规是要把这个补起来 白棋中规这个是要叫吃 接着出现非常有趣的局面 我们接着看黑棋是走这个 是吧 是的 那么金智熙走这个 这一代战斗下成这样 从我们刚才稀稀拉拉几个子的时候 是觉得很难想象 右下角已经是一个大型变化 很难想象 怎么会下成这样 对 但两大高手一切磋 已经下成这样 这一棋盘已经告一个段落 现在战斗转向了 转向了左上角 那么金智熙这个是追求效率的一招 那么下一步连效 我觉得转向这个棋还是挺 挺能看懂 能看懂 因为之前有些教法 比较难理解 但是这种一飞 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对 行 接下来拐过来 或者是从这边出头好像是比较 对 反正黑棋要表态 接下来我们看黑棋的表态方式 金智熙 他也是很抬杠的 他这个接上 这个接也是很重 对 王瑞我们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要求对方要单关联金 就要求你 你如果不沾 我就把你断掉 不是 他本来应该是强迫对方沾 至于下一句话 不一定 是不是要把对方断掉 先说你沾不沾 对 先说你沾不沾 对方说 但联校给的回答是不沾 当然联校就是拐过 好 下一条棋 我一看 就是金智熙 这个确实 哎呀 这个故事多 这个战斗力旺盛 我推荐一个下法王瑞是这样 就是压一个 先压在顶住 然后我在从容的一跳 就这棋 这个地方我是非常欢迎你渡过 这个其实是一个单关 单关我欢迎你渡过 对 你如果肯沾上的话 你如果渡过 我就算先手走成这样 我再走别的棋 因为全世界别的地方可以下的还多 但是他不这么认为 他就一定给它切断 我觉得这个也是 所以他的乱战是双方配合下出来的 本来这样一下就行了 而且将来这个地方很有滋味王 他将来断你一个 你连了之后 他断你一个 你这个就很困惑 这里还有一断的手机 你不能吃 如果吃的话 你打断了 然后顶过来 你肯定是这两招棋当中补一个 你补了这些比如他这一拖 在一班或者三三一点 在一班阶段都是棋 都是棋 所以本来他应该跳这个 结果金智锡 他就咔嚓一下 他就把对方断了 他就要断 你看他抬不抬杠 所以这招棋 确实不能说他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就是过去棋和现在棋的一个区别 而现在这种招法跟我们中国古时候 清朝时候的一个坐子棋比较接近 那个时候就是单关断 绝对的力章 断 我记得过去我给我们广大棋友介绍 我还说但凡有一个断点 一般这个断点都是单关 就是你要切断对方这招棋一定本身是单关 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你有提子就断了 那个很少 太少见了 那个很少 总是花一招棋单关去切断 那么这种地方 我经常是希望我们广大的棋友们过去 我这样给大家推荐 希望你就是绕着圈 然后强迫对方去单关连接 你的作战基本上成功了 但现在他们年轻人全是都不一样 他就是要一刀给你切开 然后两块吃一块 我不讲究这个单关与否 我单关之后 我是吃掉你一块大龙 木属在后边 对 他这个棋就有这味道 但是 述我直言 我还是觉得这个操作难度比较高 因为我们投资一招棋在盘上太大了 是吧 你随便走一招棋可能都20多目 结果你很不幸 单关断了一个 他是把收益留到了未来 对 说不清楚 因为你只有把对方切断 扭刷的机器才能够运转 就是一个引擎 一个发动机 你不把电线一接上 它的机器不转 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动力 没有能量 没有power 就是这样 我们品这个位就行了 好 他咔嚓切断 那么连销当然是走这个 这三个子轻轻要连住 他这个单跳 这也是一招 接下来出现非常有味道的故事 王润 我还是这样 想跟你说 跟大家介绍我的感受 就过去我们的观念当中 由于觉得有些地方不能去 你比方 万山丛中突然有个天坑 周围没有人烟 你当然不该去 现在人就去了 一去发现天坑里边植物 我们中国有好几处天坑 它里边坑底的植物 非常有科研价值 在别的环境当中长不出来 所以你不去是不知道的 本来你不该去 我们的企业是这样 过去就不能断 你不断 你的观念里面老觉得不应该断 但是真的进去之后 探索之后可能有新的发现 对 所以我有一个表述 王瑞 就是我们围棋盘上 错误都是好事 如果没有错误 看不到错误之后带来的景色 所以我们围棋了不起 王老师说的是一比较哲理的一段思想了 那王老师 我们接着看棋 我觉得现在一个 进入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 对 说的太高兴了 我们好像应该休息一下 对 稍作休息 行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跟大家一起欣赏这盘棋 好的 稍后见 好的 欢迎回来 王老师 那我们就继续欣赏你谈 继续欣赏 这盘棋太好了 味道太多 刚才议论也太多 我们看棋吧 关键的关键之处 他一跳 白棋连校当然是一贴 攻防的关键处 黑棋这个斑 精致棋下得很强 那么白棋现在当然是要斑 是吧 黑棋再一长 白棋再一贴 这个右盘 这个很强 这个都吓得非常凶猛 非常深猛 我在想 王老师如果 我记得这盘棋我在现场看到了 金智希和连校这两位年轻棋手 王老师应该有印象 他们的外形看起来都是比较 帅哥 温温尔雅的两个年轻人 但是在棋盘上 杀棋腾腾 杀棋腾腾 没错 杀棋腾腾 现在都是杀手 盘上 好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咔嚓一段 接着黑棋再一跳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白棋本来现在是什么 连校 所以它这个棋很较劲 它是讲究机器要成为一个涌动机 一定要永远旋转 所以我也是以前给大家介绍过 像我们中国现在比较连校 石岳 周瑞阳 陀嘉西 还有等等 什么米玉亭等等 很多优秀的棋手 他们都是喜欢机器要永远的运转起来 我有的时候就想建议他们稍微考虑一下 在有些情况下也许可以让机器不转 停顿 踩一个刹车 也许有这样的时候 但是我们来看他们的个性 这个要尝 本来现在有个问题 王瑞 我们要是看全局的话 来分析全局的信息的话 会发现其实这一代是主要矛盾 白棋如果经营的好 可能对黑棋有进攻 没错 现在这边黑棋四个子是一个钉四一个鱼形 其实这一串我觉得六个黑子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重的 比较重 但黑棋如果白棋缠的比较好的话 将来脚上不仅仅是脱 它可能点脚给你全部绝光 因此这一代本来是主要矛盾 考虑到主要矛盾 本来白棋这个子就不一定要要了 你打了虎了或者怎么样走都可以 抓住重点 不 他还要把这个子拽出来 这个就连校的风格 这是第一个线索 就这样下 然后还有接下来更妙的东西 我们接着看 黑棋金智希这个长也不是非长不可 因为这个真子是黑棋有利 是吧 那么白棋一招吃不掉 那么下什么最好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他就走了 这个一定要长 长出来 那么连校就非这个 这样一来 非正这个 这个双方就已经完全看不清 没错 现在刚才说黑棋比较重 其实反过来看白棋这一串子 也不轻 也不轻 因为他气也很紧 这个眼形其实也是有一些些担心的 这个已经有很多线索了 这个要感谢他们 现在棋才会出现这种局面 对 王瑞过去的棋不会的 真的吗 他有一个主线 有一个主要行棋目标之后 双方就直奔这个主要目标去了 别的知己问题 他就不考虑 就看别的棋手棋 也觉得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对 说清晰好像是对现在这个就不太尊敬 你以为清晰就好吗 是吧 所以这个措辞也很难 用语言来描述这个东西很难 就是说过去和现在的区别 那么过去很难出现这种情况 他就是有一个目标 奔着就去了 现在不 他在这个主要目标旁边 他还希望周围有一些别的线索 然后掺和进来 他等于相当于一个化学的制剂一样 化学一个制品 他加了一种元素 再加另外一种 再加另外一种 越来越复杂 最后发生什么反应都不太知道了 然后就最后出现一个新东西 行 我们现在有了这些印象 再来看这个地方还有个故事 这个地方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明明白白的 这是有一个段吃 没错 他一吃 就是可以跑的 如果跑的话 跑 好了 一跑自己吃 暂时是没办法 这个黑气是不行的 但你跑到这的时候 黑气知道 可以先打一个 打吃是先手 一提 他把这个吃掉 把这两者吃掉 好 那么白气一分度 本来可以把这几个字吃掉 你走这个 他一提 你可以把这个吃掉 这个是可以吃掉的 但是这个地方被人家耗成这样 他下一步再把这个耗过来的时候 左下角的白气恨不得 有可能全部要死 所以这个字也不能轻易的被他提掉 哪一个更大 不知道 但是有了这个后门 我们就发现黑气这儿终归是不好攻白气 没错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先打可不可以 对 先打可不可以 王瑞提的很好 先打高手又不肯 先打他总是提 这两招有点卖味道 卖什么味道 王瑞 是不是你将来本来有可能尝 尝完了之后有个什么情况 你白气只能走这个 他实在着急的时候可能还可以断 至少保留一个这样的变化 还有 王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个结一旦提过来的时候 什么时候你必须屈服在这 由于他有这个肠 他下一步一吃 他一沾 他这有大气 没错 只要周围的环境合适 结才有力 他有大气 好 有了这个因素 我们再来看 就会发现这个气 双方形成一个奇妙的互相牵制 这就是在化学试验室里做化学试验 现在是一个相互牵制的事情 千丝万笔 大家都是牵制的 你借我的力 我借你的力 全部牵制的 都不能动 反过来 王老师如果白气 能不能肯不肯自己单独一下 那是单观 不行 你提到周围环境全变 将来不是有一个大气 他这个就不要了 又变化了 你花了一朝气 他性质就变了 你说这个就 我们到这个大山 十万大山当中去看见一个天坑 天坑里边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色 就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世界 好 这个地方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牵制 那就双方都暂时不动 暂时不动 然后先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不动的前提是 你总要绷着这根筋 随时发生变化 对 先看上面 这个棋就像万花筒一样 太好 我们接着看 因为我们要抓紧时间 以下有很多精彩 那么黑棋 筋制棋聚焦 连下这个靠 这个是一个筋 那么黑棋退 它只能退是吧 可以不要 它可以不要 走这个都可以 如果是我下午会强烈的考虑 不要这几个字 但是不要这几个字 发动机赚不了了 好和坏不知道 它们总是要要的 那么白棋贴过来 是吧 贴过来之后 黑棋是不是跳这个 我看一下 72 74 黑棋 75 跳这个 白棋 76 加这个 黑棋 77 飞 金智希就是要把这块棋处理好 同时上边想围点框 然后又绣着你这个地方的味道 他知道我也不能强攻你 因为你这有这个 你把它逼急了 白棋有这个 是不是 好 下成见之后 白棋下一招 连校也下得很好 因为金智希把自己走好之后 他惦记着的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他不是仅仅拖这个 这个叫隔靴骚痒 他是要干这个 如果条件许可 他还想干这个 但是当然这个不行 很遗憾 这个不行 他至少是先到这 一要挡 他就爬到这 他把你全部给你挖空 你看他们有多黑 对 因此连校这张棋也是对的 这个木树非常大 对 这个棋真是太有意思 到最后我发现高手们 下到最后攻防之后 最后墙木 又成为一个主题 墙木又是一个主题 墙木的过程当中 涉及到斤斤计较 妥协与反妥协 这些味道 记得看 很多 白棋叫吃 这棋非常脏 叫吃 黑棋再长 好 现在白棋这块没活 但是白棋下不了 决心走这个 因为这个被薅起来 这个也不得了 对 好 那么白棋先顶 黑棋退 这个地方下得非常有意思 但这边多了一个子之后 好像黑棋这边有一些毛病 有毛病 我们看是什么毛病 那么连孝是猴这个 是不是 那么金智希顶住 太棒了 一冲 一挡住 断 黑棋再一虎 这时候一爬 单独一爬又是好奇 这个爬是好奇 就是如果你要死 撞 这个地方很遗憾 撞不出棋 哪怕 因为它周围纸太多 你贴这个都撞不出棋 贴这个它也跳 你贴这个 它也是跳 对 你在吃这个 它不要了 对 你吃这个 它不要了 你这个大笋 这两不齐 这两个大笋 齐心也不好看 也大笋 中斧这一代大笋 所以 连孝它这个单爬是好奇 我们接着看 因为变化太多了 待会来给大家讲这些 非常多的味道 其实它思维非常灵活 这两个词 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不是非要不可的 都是可以不要的 每个词都很可 下围棋盘上都可以不要 我记得在大概是 19五几年 六几年的时候 当时吴清元大使讲奇的时候 做这些讲座 他就明确地提出了一个理念 就是奇筋可以不要 当时在日本奇界 把他们吓一跳 因为日本的 刚才你说到的 所谓奇理 它有些运转 是围绕着奇筋在进行的 有些其实奇筋 它是不能给的 就吴清元早就提出 奇筋也可以不要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 围棋盘上什么都可以不要 当然什么都可以要 他们的思维 走在前沿一点 就更开阔 更自由 就完全是实事求是 面对现实 围棋高手 他一定是这样的 行 我们接着看 他走这个 这个棋太好了 那么联校下一招棋 下得很不错 他是先叫吃 叫吃 叫吃的时候 这个叫吃要使你成为鱼形 请大家注意 他是先爬再叫吃 然后弄出两个刀把骨 接下来 因为他有这个 是吧 有打吃法 只能沾 一打吃再一跳 再一跳 好了 这个地方要进攻击 这块棋还没活 当然白棋也没活 所以他下这个之前 他现在可以吃这个了 他现在可以吃这个了 因为这块棋没活 他一吃你一接 他一尝 或者他一吃 你一吃这个的时候 他把这个提掉 你把这个提掉 然后他从这跳出来 他就强攻你这一块 以及这一块 因此下到这 金智希 我们就看 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这样的时候 他这两个子居然气掉了 没有 他就要吃这个 他现在要防这个 先来防这个 但是王瑞刚才提过 他就觉得能不能早打 早打也不行 早打亏了 没有高手的风范 对 你早打他就提 你不是亏了 早打的话 这边的变化可能又不一样了 下打就不一样了 这个思思如口很棒 他叫吃 好 现在这个地方很妙 这期 年校是下语招 先打吃 先打吃 他一粘 粘上 把这两个字 这个题是有文章的一招 王瑞 这个题 提过来也是很过瘾 我觉得 两个拔花 有文章的 这题有文章 就是说能够不提 最好不提 但是确实这个地方 白旗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他就提了 待会我们再来议论 提了 那么当然黑旗把这个也耗了 这一耗我们突然发现 一旦黑旗 结材有力 这一耗过来 整个这块白旗倒死 对 或者是活的要拖一层皮 要拖一层皮 好 这一题巨大 那么白旗下一招跳 这个变化 这边黑旗也需要做活 黑旗也需要做活 这一跳多厉害 把这个字打拔掉 好 这段我顺便插一句 就是本来 白旗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假如说是能够先跳 能够先跳 给你做一个任何的交换之后 再提的话就行了 但很遗憾 你先跳 它有个笨接 这一招其实很怪 这变化很多就不说了 因为一招你吃不死它 还有本来白旗如果能够先扳一下 也好 先扳 对 先扳 这个现在不能粘 你粘掉了 那我只能拐吧 你如果拐 它还可以再扳 再扳 再扳 你这个棋下一道也很难下 不太清楚 跳可不可以 你跳它就提掉 下一步它一冲吃冲吃 它活了你死了 就是争取这两个手 先手吃 先手吃 但是很遗憾 你先扳这个黑旗 有一个妖怪 它单肩 单肩 你还是只有提 总而言之 为什么会这样下呢 白旗为什么提两个子还不满意呢 还想着先手提呢 先手吃到呢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大 这个子的价值也是巨大 太大了 行 有了这个印象 我们再来看实战 连孝是提了 那么金智希把这个给它耗了 连孝一叫吃接上 再把这个跳出来 跳出来 但是这块起没活 所以黑旗必须要把这个做活 叫吃 白旗叫吃 黑旗再提掉 行了 下一招旗 白旗一飞 黑旗还得做活 等于王瑞 他是先手把这个吃掉 就觉得白旗很好了 但是下面这个代价 对 但其实不一定 还是要回头来处理 对 不一定 这个旗就怪了 所以这张我觉得 连孝还是这个地方 因为他这个地方下得很精彩 可能有点放松了 他可能有点放松了 这招旗 白旗是应该走这个 这个飞是环境 要飞这个 你飞这个黑旗也只能这样做 做活完了之后 白旗暂时不理了 要处理这边 那么黑旗任何时候 这个地方一贴都是后手 白旗都不理了 但是白旗他留有一个余地 一旦他腾出手来 他来拐 压这个的时候 黑旗很难受 你压这个 你黑旗不是要顶吗 对 他再一拐 这一打你不是受不了吗 然后这儿再漏进去 这块旗是怎么回事 这样进行的话 白旗优势明显比刚才要大 这块旗就大了 这个地方年效放松了 我们年轻人有的时候 吓得太高兴了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围棋 他像两个高手 都喜欢乱战的高手 他丝丝如扣地运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双方都很愉悦 都很高兴 有一方如果因为某种理由 他认为他行事有利的话 就可能会放松 就可能会得意 或者他觉得这个形状 他已经非常满意了 非常满意 太得意了 你看年效飞他太满意了 其实如果单看递了局部的话 确实是不错 把两个鞠筋提掉 又把这四个子 这么全部吃掉 吃得很干净 这三个子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无尽而终了 对 就觉得 没有太多的活力 但是其实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问题 别的不说 这吃掉黑旗后手 就是精致锡好像不行了 年效打垮了 实际上不是这样 为什么 你数钱的时候 发现白旗没多少空 你看 数一下 246 8 10 12 14 16 18 这个地方被人家加完了 22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你有多少目 实际的空 也就是储蓄30分 没有多少空 黑旗虽然没多少空 它贴的骨头边有好多肉 24 6 8 10 12 14 这已经 这个地方本身要算20目左右了 下边这一大片 你说 当他要给你拼胜负的时候 他说都是他的 你才30多目起 意外的觉得 拔成这个样子 还不优势 所以我就要感谢他们 他们敢于去探险 去了一些天坑 发现一些我们过去一看就下完了 下完了 黑旗输了 不用去想那么多 不会想那么深 不一定 这其实太有意思 所以这招旗放松了 走到这就完全不同了 黑旗走什么都是后手 然后白旗留有一条路 现在白旗当然要走这个 留有一条路 将来一压 非常舒服 这样的话更积极一些 差太远了 好 走这个我们接着看 精彩的故事 让他连校的 叫吃 叫吃这个 对 叫吃这个 白旗 哎呀 这个旗很有意思 107 108 我们接着看 黑旗下一条109 叫吃 白旗 120 提节 提节先提 双方在这就开始打结了 109 110 黑旗 111 你看金智希人家这个地方下得多好 又收官又当劫场 这下你不能动吗 你只能走这个 这里他只能粘上 顺便说一下 旗子不拉了 刚才白旗一挡是先手 那么黑旗一团 这有多一个咔嚓 这实际不行 不能坚固 这个只能是交给黑旗 对 金智希人家这个多黑 收了官子还是劫材 再提掉 然后白旗没有结了 这端没有结了 所以又不能被黑旗拔掉 粘上 只能接上 黑旗123 挡住 白旗拔先飞了一下 116 117交换了一下 对 123 然后白旗 124 我们看一看 白旗这个飞 中间刚才是跳过一个 是吧 是79 80 81 82 83 我看一看 80 81 对 中间刚才这个地方 给大家交换一下 就是黑旗在攻击白旗 顶到这的时候 黑旗跳一个 白旗这招去补了一个 这种交换了一下 对 刚才这个招没摆下来 我顺便把这几招去摆出来 那就说明一下 等于刚才它不是下成这样了吗 还原一下 对 下成这样的时候 就是下成这样的时候 刚才是下成这样的时候 是它一 弯过来 一顶一走 它补了一个 黑旗这个地方跳了一个 然后后来它才这样 交换成这样的 对 最后交换成这样 所以刚才说 这条旗要飞在这 更有理由了 对 行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 白旗这条旗变大 它必须要走这个 太大了 对 不然黑旗 那么这一代随便有跟 哪怕走这些 这两个子都很危险 是 行 白旗就交换这个 以上还有精彩的故事 它124 黑旗125提节 这边还有一个 看拘留的节 还在这 白旗126年校段 127 对 128 它是挡在这里 这个挡也是下的凶 很凶 它以为是它只能给了 对 一给了嘛 当然这个节就轻了 白旗就吃就很大 它局部也可以做活 对 它挡在这边 它可以挡 对 它就给你干 它是准备连班 对 所以这个旗子 双方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它这个故事是完全不同的 叫持接上 嗯 它退 这一退 行 你到处都有叫持 是 它不怕 然后你冲 它可以挡住 这个地方少紧一气 它一定要把这两子救回来 对 要救回来 然后加重这个节征的压力 很精彩 那么黑旗这个党是成立的 但是它成立就有一个问题 它走 这边 什么问题呢 节才有多了 所以白旗现在提这个节的时候 黑旗当然就只好把它补了 是吧 厚实的把这两子吃掉 对 这样一来 这个战斗告一段落 我们确实不能认为 这个白旗好像就要赢了 吃成这样 接着看 还有精彩的故事 年少时党 但是先战了吧 没有战 他打 132 黑旗 133 白旗 134 黑旗 金智希 搬接 所以下到这 我一看这个招法 这个旗金全部被白旗吃光之后 好像金智希没有认为他输 他这个下法还下得很稳 是不是他认为他好 对 金智希的思维也非常灵活 这两个旗金 应该说是旗金吧 王老师 被对手这么凌空就给他提掉 然后这四个子也被赶紧吃掉 但是这旗其实冷静判断下来确实是还能下 不是非常悬殊的一个差距 刚才这个次序在进攻的时候 白旗必须要补 刚才我们摆旗的时候没摆上去 他要补 那么黑旗和这招交换 然后他再继续冲击才行 但是补完了也没活 补完了以后黑旗一冲一顶还是没活 所以他才后来要从这来冲 黑旗才要先做这个准备 我把这个故事就串起来了 刚才这个招法没有摆好 行 我们现在接着往下看 突然发现金智希可能认为他行事还不错 下得很稳 那么连孝叫吃 他接上白旗在鼓 是吧 140 现在黑旗在提节 141 白旗142 把这个节提过来 因为你要给我抡这个节的话 我就给你抡这个节 你可以把这个提掉 我可以把这个给你提掉 然后你中间这个地方又薄 用这个节来摇鲁节 来进行抵抗 它是141 142 然后黑旗143 白旗144 黑旗145 白旗再来找节 黑旗145 没有 黑旗没有提了 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提头了 白旗提过来 黑旗就靠这个 就暂时不走 这边又暂时的放一放 对 暂时放下 因为黑旗它可以选择 毕竟它可以选择 那么它145 白旗146 连销 拌 这会我们发现这个区别太大 假如刚才连销是走在这的话 在这一带就可以放下不走 直接来压这个 那样的话 我认为是白旗 刚才王老师介绍的压住拐 然后还有二路 对 轻角 但这个旗很精彩 它叫是 接上 146 148 149 白旗 150 听吗 150 我看一下 150 二十六 提节 这个要解消 150 黑旗 151 等于15 156 把这个提过来 再提过来 一人一个节 对 白旗 152 151 当白旗提这个的时候 金智希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觉得提是还手 这个节 其实暂时可以放下 他可能是不是怕联校跟他拼命吃这个 但是节材 因为他毕竟这儿还有节材 是不是 这一个段再打持两个节材 没有 他这个也是搬过 搬过 对 刚才打结的时候搬过 这个打结 毕竟这个地方提也是节材 要打这个 他提这个也是节材 把这个吃通也很大 关键是 他这个提 现在给了联校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整块旗展示不受威胁 这招旗变大 这招旗变大 中间这个空就可能做大 这个挡住 一下子 惊吞三个子之后 非常大 它味道虽然不好 因为这个地方一定 它变化是这样 黑旗可以叫吃 你必须吃这个 黑旗再吃这个 你必须接这个 它是这样一个定型 命令式的一个下方 对 这样一个定型 黑旗最简单的 当然一吃 这个中间就连上了 稍微有点 弄点花枪什么的 这些旗也可以下 对 是吧 但是现在被白旗很机敏 这样一挡 这个地方的味道就完全不同了 就差很多了 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把它吃掉了 对 所以黑旗这招旗也许是有点问题 如果它能够从这一代动老金的话 可能这个故事更精彩 好 我们接着看 它152 黑旗 对 152 黑旗 153 提节 对 153一提节 白旗 154又给它提回来 这个节好像白旗 拿起来很舒服 两个节总是提来 来回摇 它可以上去一边 然后确保大块不死就行了 对 然后把注意力还在四处收控 对 哎呀 这个棋 现在仍然是一团乱 好 下一步棋 金智熙就火了 这个精彩的故事就来了 它就开始抡了 抡节 155 白旗一提节 白旗这一提 连校的语言基本上就可以万节不应了 你再走别的 因为你这损了一手棋了 它下一步再一接 你亏大了 好 所以金智熙它经过它的计算 它发现这一端可以接 157 白旗158 你需要度过 黑旗159再一提 好 下接一刀棋 连校给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就叫吃这个 把这里 对 你提嘛没有意义 它待会提过来就是了 然后你除非把这个提掉 你如果提这个 我就提这边 他就把这个提掉 哇 这提也是巨大 这提巨大 你已经连不上了 这是个软头 对 所以这不行 这一叫吃一看 它还只好接 那么白旗再把这个提过来 这个接好像白旗打得很是德行应手 161 162 黑旗163 161 162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旗非常有意思 黑旗163 搬 这要挡住吧 没有 好 163 搬 这个地方由我们刚才所知的这些断吃 但是这个地方打结的时候 这已经不是劫财了 就是当他论这个的时候 这已经不是劫财了 金智希很清楚 所以他搬这个 利用这一袋的味道来做些文章 其实也是很有味道的 但是确实连校的下一招期 我一看 我很感动 就这招期一下的好 本来白旗要是西式年人 王瑞你看是不是接上已经很大 对 这里一消解应该是接的 对 应该接上完了 一般的感觉就是这个 结果你看 所以我就说 连校小伙子他棋 力量强 他想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 也不是简简单单的 好像更深刻 更深远 也不能这样形容 反正确实有点不一样 因为有这些特质 就导致以下这招期 连校这样的年轻人 他容易下出来 就这招期居然是叫做挺身 大雕宝 或者是堵枪眼 这样的高期 我们看这招期 我们看王瑞 他居然来打这个期 隆重介绍的这部期 本来这个节是接上就行了 一般的感觉只能接 他居然还要挑这个节 所以我看到这招期 我突然想起 过去学过不少吴清元大师的棋谱 像打节的时候 吴清元大师是很厉害的 他年轻时候下棋的时候 把这个节继续挑大 当然先决条件是什么地方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节材 有一枚节材就可以 因为这个节如果被白棋提过来 黑棋自身也不过 这是前提 如果这只是一个牧师的话 那白棋万万不敢打这个节 对 这个期看着很感动 真棒 这个可能是金志祺看错了 金志祺当然现在必须提 他必须提 他可能没有想到 连校有这招 这招太凶了 这招期有典故的 我们的棋友有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吴清元过去的对局谱 有这样的棋友 类似这样的棋友 本来自己补一个就可以满意了 我们的一般的形状感觉就是接这个了 结果它还要扩大事态 关键是有一枚节菜 哎呀 太精彩 这枚节菜在哪呢 好 哇 这一枚节 你有本事你把这个提了 然后他把这个地方全部给你吃光 这个价值怎么样 王老师帮我们去算一下 我们现在没时间算了 没时间算 只能相信他们 只能看大概的一个规模 对用手来的抵护 就像过去原始社会 应该交换不亏 原始社会要以无异物的时候 我这一堆东西给你那一堆东西交换 究竟谁便宜的都不知道 我觉得相信他们 感觉上是不是 王老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 太恐怖了 这个木鼠没法算 得好好算一下木鼠 我们如果有时间 我们来幽默一下 调侃一下这个木鼠 这个挖完了 吃掉是24680 24680 12141618 2224262830 23630 23630 424 48 50 每一块都不小 55木齐左右 这块55木 下面这块 感觉上这个更大 我觉得这个因为还有黑旗的问题 感觉上这个更大 对 这一吃呢是 但是关键吃你这个没吃劲 它是还有一个扣打 你还没吃劲 还挺有弹性的 还有 你如果提一个 他还有打 我跟我这边交换 你还得接 他还要打 还有个后门 我先吃掉你这块 先吃了再说嘛 你可能还要补一筹 我再接着给你打 你可能还要补一筹 那黑旗的听不住 还要补一筹的话 看看啊 这个也是24680 12141618 2322 2328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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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个大 但是呢 他现在该白旗下最大的一招旗 他抢到 应该是 就是这个地方他还补一个 应该是白旗还是好 对 最后一个大旗 要相信他们两位的判断 最后金智希是屈服了 我们看 金智希结果屈服了 那我就提过来 连校提过来 六线不认 随便你怎么样 万劫不硬 这个他太狂了 我立一个是不是 6667 一立他接你关子亏了 你亏多了 他就给你抢着一个 对啊 就是这一扇 下面其实他实在不行 还有还有还有一个 他铺这个 铺这个 铺这个关子好一点 虽然损一点 但是小结了 对 好 那么金智希一看就没办法了 67 68 69把这个接上 连校一招 削到这 这一招太酷了 刚才是粘在这里的 现在这个脚一下子 目数大了五目以上 关键是得先手了 你这块没活 你必须补一个 就这个地方是最关键 是提掉的吧 对 只有提 其实一只有提 那这样的话 就等于黑旗这个班 什么都没搬着 白旗仍然可以把它强行按住 哎呀 这个棋太精彩了 王瑞 我还是经常这样感慨 就是谢谢他们 只有他们这样才能下出这些精彩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说的一样 过去的棋 它都是双方不得已 然后才走上一个双方都看不清的局面 只要有一方稍微觉得这个局面 可控 有利可图 或者它不会一头扎进去 一头扎进一盘深水 深不可见底的 王老师 我想正好问一下您窃这个机会 就是您在一线的时候 那个年代的 那个年代的棋手 是不是在选择看不清 或是比较简明可以双方都不错的局面下 他会选择后者 对 反正大部分吧 大部分是尽量选择那种 就是我下这只棋要有点理由 我基本上接近于看得清 搞得定 才会下 除非他确实是没有选择了 简直就是狗袋砂锅了 那就只有胡碰了 就没办法了 但是不得万不得已不会这样 现在大家非常乐意去探索 我觉得就是这个区别 现在大家觉得我看不清 对手也看不清 他清楚很幸福 他认为 再加上幸福之后 他还觉得更有乐趣 同时他又自信他看得清 所以现在棋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要不然不会 有很多很多让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局面 对 这个就完全是太赖人寻规了 这个棋我们还没看完呢 还有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 那么169、170、171、白棋、172把这个挡住 这是全盘 最后的大招 待会我们还可以数数步 我觉得要是一般的收 好像白棋还没怎么样 我们接着看是不是这样 他走这样 就是还不是说赢多了 73、74 然后黑棋75跳 因为黑棋通过这几招棋 由于连校这招棋松缓 然后金志祺碰好手 刚才没有表扬他 这是好手 使右上角自然变成时空 那么你对黑棋必须要挡住 然后这一段金志祺做了一个决断 他这个地方要出棋 最后一下就摧毁了 如果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王老师 不过我们先把这个棋 先摆完 先摆完 就要吃 大家有一个最后一个直观的对棋局的理解 总而言之连校这盘棋最后要赢 还是要靠这个计算不能抽 一点点错误 一点点错误就不行 现在棋手的棋 真的赢一盘棋 我觉得很难 很难 其实输一盘棋也很难 然后181 是吧 182 183 184 黑棋 185 就这招棋太重要了 这个鼓这招棋 这连校非常擅长的地方 黑棋动不得 你冲一打 他外边一滚包 全部吃光 是 最多有一点一线的棺子 刚才你还有个家 这不说了 现在我们看他拼命 金智希来拼命 这个是最后读秒了 这个拼命是情有葛元的 一招都不能错 好 白棋还必须下队这个跳 然后你黑棋下一招冲 再冲 他有霜 你看这地方就绝 这高手他是幸运的 很绝一冲 这地方冲不过来 他一锄头一挖 你吃不进去 这真是把金智希活活气 但是这个是连校 和金智希都算掉了 最后一招棋 它是断 这断 白棋仍然不能下错 他先叫吃 接上 这时候 可以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王老师 稍微看一下 对 这是我也是很感动的地方 就是年轻人的棋 在读秒的情况下 也看得那么清楚 那么下一招棋 实际上 我们还是宣布 宣布一下 它是斑 斑 对 这一斑 黑棋头子认出了 我相信爱好者观众都应该能看到 下部棋 长和断吃 是必得起义的 正好 所以当这一班的时候 金智希是投资人输了 对 王任务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 可以简单议论一下 我们现在可能时间很紧 简单议论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是按照行棋的一般规律 应该是叫吃这个 就是说这样的棋才叫守经 这个斑叫属手 但是恰恰你下这个守经还要生变 它多送 你走 它再吃 可以从后面吃 对 所以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感慨 它还是可以吃通 但是白棋也可以吃通 其实白棋也不一定输 但是人家莲校最后这一刻 这一招棋下的非常精细 没有走所谓的守经 而走的是一个属手 非常实用的属手 也不能说属手 也应该说是 为了渲染这个效果 就说他这个先班是属手 好的 好的 王老师 好 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就介绍到这里 行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论道 要和大家说一声晚安了 好 再次感谢奇迷朋友的收看 骑行天下 其乐无穷 其友们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好